激著的那種想法、激著的那種行為 從這個四二因緣所構成的那個因果的那個環節 突破出來、超越上來 達到另外一種境界 那種境界就是一種不是經驗的那種事件 是一種超越的那種境界 在這種境界裡面無所謂生老病死 因為你的那個心理的自我、經驗的自我 已經能夠從激著的這邊一種 就是通過這種方式 讓你提升到一種超越的、一種覺悟的、解脫的那種環節 然後有人可能會提出 你怎麼把這個四二因緣裡面 這個有啊 這個有把它看成為一種靈魂啊 心理的自我啊 經驗的自我啊 對吧 有人會提出這個問題 有人會提出這個問題 然後我們可以就是 就是拿一些佛教的一些原始的經典 《惡寒經》 《惡寒經》 基本上就是講 西加牟尼 出家、成道、得到解脫、覺悟 之後,所提出的種種思想 這個是我們通常講的 《惡寒經》 睡覺嗎? 《惡寒經》有沒有聽過? 阿彌陀佛的《惡》嗎? 《惡寒經》 有四本啊 《長惡寒經》、《中惡寒經》、《雜惡寒經》、《正義惡寒經》 《四惡寒》在這裡面 他就提到這個有的觀點 就是說 一個人如果能夠向著這種解脫的路來 就是要指向那種解脫的那種道路 到了某一個階段 你就可以克服了生命裡面種種的苦痛、煩惱 能夠體鎮到一切事物都沒有自信 那種空的那種狀況 你就能夠不受厚有 這個比較重要 這個比較重要 不受厚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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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謝謝 就是說 如果你的那種生活 你這種警戒 能夠能夠從種種的 在這裡的那個十二因緣裡面 種種的那個因緣的緩解 緩解 能夠到了最後 可以達到你的那種 覺悟的 解脫的 這麼一種警戒 所以在《二韓經》裡面就 有這種不受厚有 這個所謂不受厚有 那個厚有 這個有 就是等於這個十二因緣裡面的那個有 就是說 如果你能達到這種警戒 解脫的警戒 覺悟了 你就不會有這個厚有 這種存在的方式 你就是能夠從這個有 靈魂、自我、意識 心理上的主體 就是把這種主體性都破掉 破掉 那你就有 就達到這種十二因緣的那種 就是要用第十個環節裡面的這個有 不受厚有 所以這裡用這個有 這個名項 跟十二因緣裡面講的 這個第十個環節 有 一樣 那就是原始佛教的那個基本的經典 在文獻上的一種證據 就是說 我們怎麼樣了解這個十二因緣 從這個無明意識下來 到了有 然後有 有 就是 在下一步就是生 有 就是那個自我啊 靈魂啊 出現啊 成立啊 那你就生了 就在一個 一個 一個 生命的一個個體裡面 受他而生 繼續下來就會有 這個生 就是生以後就是了 這個老 是 了 老 有死 最後就是死 死了以後啊 再生 一直生下去 輪回 是吧 老師要休息一下嗎 好 我帶了一些瓶子 就是你那天